今天娛樂新環藝的來賓是誰 我跟他說是阿超 但是呢 導播就問了我一個問題 導播就問說 那是男生還是女生呢 然後我就想說 我應該直接告訴導播 他的專輯名稱 這樣導播就不會問我這個 是男是女的問題了 因為阿超他的專輯名稱就叫做 你好阿超先生 來歡迎阿超先生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阿超 這個新的迷你專輯發行了 對不對 對 會有人去疑惑說比如聽到你的名字 然後像我們導播一樣講說 那是男生還是女生 我覺得名字倒還好 但是我很怕會有人以為聲音也是女生 聲音不會啦 真的 聲音就太誇張了 我剛剛以為你要講說有人看到你還以為你是女生 這樣就更誇張了 不會啊整個人就是男而生的感覺 好不好 沒有任何的那個性別奇異就對了 這次這張專輯喔 你就直接寫你好阿超先生 很多人都覺得專輯名稱非常的有趣 要不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為什麼訂這樣子的專輯主題 其實這個專輯名稱是我想的 我跟公司提議的 因為我想說其實有兩個意思 因為一方面是 這是我的第二張作品 那我的第一張是在我當兵的時候發行的 一批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沒有出來做任何的宣傳這樣子 然後像所以如果出了這張之後 我就覺得決定好像要跟大家說你好 然後跟自己說你好 那為什麼後面會加先生兩個字 其實我覺得這個社會上其實常常給退伍的男生 一種身分上面的感 就是你看他你會看他有沒有退伍 那如果他退伍你就會覺得他是一個大人 成熟的男人 那其實如果有看到我的CD會發現他的英文 就Hello Mr.阿超 Boy 後面加了一個小小的Boy 那為什麼我會偷偷加那個Boy在裡面 我就是希望不管一個人他年紀多大 或是人家給你什麼樣的身分 給你什麼樣的稱謂 但你的心中還是要一直像小男孩一樣 保有獅子之心 不過剛剛講到在當兵的時候 對 有先發行了一張EP 對 我想要請問一下現在國軍是這麼的開放 就是在軍中可以持續的做持續唱作嗎 其實上一張EP裡面的歌曲是 我以前的作品 就是一些譬如說我從2006在網路上面流傳的一些 比較有人聽過的歌曲 我就把它收集起來 那其實真正在當兵裡面寫的作品 都在這一張裡面 都在這一張裡面 那還是可以當兵的時候 重點是哪一個單位告訴我們一下這麼的傾斜 我在樂隊當兵 但是其實我是 我是每天都還是接觸的到音樂 但其實真正的寫創作還是在放假的時候 那還不錯啦 就是說在軍中的時候 至少不會跟音樂整個完全脫節 對 還是有持續的在做接觸 在專輯當中大部分好像都是你自己對生活的一些觀察 還有對生活的感觸 是包括親情 友情 愛情的部分 還是有特別著重哪一個部分呢 我覺得就像妳剛才講的好像都還滿平均的 但是當然我覺得我這個年紀還是會以 比較以愛情為比較大的部分 對 但是其實友情 親情或是夢想 還有堅持那些的都有 夢想跟堅持應該是你比較想要表達的東西 對 講到那個年輕人的愛情 我想要問一件事情 其實你上一張專輯發EP的時候 我就很想知道了 因為上一張阿超的EP叫做好人 對 然後其實你在這張專輯裡面 也寫到很多比如愛情的傷心等等之類的 你是被發過很多次好人卡嗎 其實我覺得 我可能沒有直接被發卡 因為其實我是一個還滿自卑的人 我不是一個主動的人 所以我其實常常感情的狀態 都是處在那種暗戀 或是我根本也不知道對方小不曉得 這樣子 所以我自己就是很喜歡胡思亂想 所以就是會寫出很多這種角色的感覺 其實在當兵的時候 因為我覺得不管你在哪裡當兵 其實我是在都市當兵 我在台北 但是古爵哥的一道門 還是好像是兩個世界 就還是很常感情很遙遠 所以那個時候會特別想很多的情緒 或是什麼很多的感覺 然後就把它寫成多 所以是有被兵變嗎 整個有種越聽越心酸的感覺 當兵的時候有結束一段感情 可是不算是兵變還好 對 是有一點協議分手 我現在是朋友這樣 有 其實從阿超 阿超你的那個詞的創作裡面 看得出來有些事情好像滿悲觀的耶 可是很多人覺得說做創作啊 應該是要有一種就是 追尋夢想那樣子的意念在 可是你不會覺得這樣兩者很衝突嗎 就是有時候你應該要很熱血的 去追尋自己的夢想 但是你骨子裡面可能又是比較悲觀 然後寫出來的東西比較深層 比較傷感或者是說 比較想要走Touch人的那個部分 這樣子自己有時候會不會碰到 瓶頸走不出來 然後創作找不到一個真正的方向 其實我覺得 有些人會聽我的歌曲 其實不會像 其實我像主持人剛才講的 其實我的內心其實還滿悲觀的 但是有時候我的曲調出來 又是就是感覺是快樂的 對 其實我自己是一個滿悲觀的人 為什麼又會跟什麼夢想這些的 其實我就是有一種 置此地而後生的感覺 所以你其實有時候歌寫出來 你也想要inspire你自己就對了 對啊 就讓自己可以往比較陽光 比較光明的那一面去想 對 就是可能已經想 譬如說像我專輯裡面有一首《樂園》 那樂園其實裡面用了很多悲觀的詞在裡面 但它其實想要講的是 我們已經知道了 這條路上會有多辛苦 或是我們知道了 有很多地方是我們無法改變的 或是有很多東西是我們 現階段會遇到的困難 但是我們還是要衝破這些困難 去找到心中的樂園 我覺得阿超很可愛喔 他在那個自己的部落格上面 就寫說他坐捷運的時候 因為發行了迷你專輯 然後新人其實都會想說 坐在我身邊的這些人 他們都認識我嗎 他們知道阿超是誰嗎 那因為你在寫歌的時候 大部分也都是觀察身邊的人 你會不會也常常就是 在坐捷運或是在逛街 就一直偷偷看路人 就一直偷看或是偷聽他們說話 我覺得坐捷運的時候特別容易 不是偷看就是 是一種 比如說你看那個人的眼神好像很落寞 然後你就會自己在那邊幻想 編故事嗎 對 就開始寫劇本就對了 就是會 就是戲劇化 戲劇化的人 然後就是 就在那邊想人家 接下來可能要去幹嘛 或是他今天穿的特別漂亮 或是他今天穿的特別的帥 然後又覺得他們是不是要去約會 就是想好 你真的想好多喔 天啊 真的是大家認清楚這張臉 然後看到他也要小心 他都在偷偷的觀察人群們這樣子 你知道現在那個台北市的捷運啊 以前不是都是兩人兩人 就是四人為一個block 一個單位嗎 現在有很多車上已經改成平的 就是要防堵你們 真的嗎 可是 不是坐在那邊直接對看 沒有我覺得四人那個空間比較 還比較不會看到 我覺得那種改成一排 可能就是為了怕 像他們這種 在前衣上面一直偷看人家 讓人家覺得不自在好不好 不過很可愛啦 其實多觀察是對創作 非常的有幫助對不對 對啊 我想大家也非常期待 聽到阿超的歌聲 因為之前在網路上 已經有很多很多人呢 都下載了阿超的歌 或是試聽之後 覺得很好聽 然後一直在找這個聲音 我們先來聽你唱歌好不好 好 今天我們帶來的歌曲是 是專輯裡面的第一首主打歌叫做 你好嗎 你好嗎 一起來欣賞 你好嗎